只是現在呢 兩邊局勢真的蠻緊張 在南海這邊 這個是中國辦官方的智庫 南海感知 這大家還蠻熟的 這個時間點呢 發出了一封 這個算是 他們有講折返跑 意思就是說 在同一個區域 這裡來這裡去 這裡飛來又這裡飛去 是一台美軍的偵察機 請問余將軍 這代表什麼樣的戰略意義 其實我不認為 美軍的偵察機在這裡飛 是打算不給他看到 因為RC-135V 它不是逆中嘛 它看得到嘛 它美軍的做法就是說 我讓你知道我在這裡偵察 為什麼要讓你知道呢 因為這裡是公海 我當然可以在這裡飛 這裡並不是你的領空 也不是你的領海 所以我當然可以在這裡飛 那解放軍就說 我跟你講我全部都看得到 你看在這個地方折返跑 沒什麼了不起 就是我跑過來了 我要跑過去 還還在講方唐靜 對不對 我跳過來了 我又跳回去了 你要知道一件事 我在這裡跑來跑去 講句實話 美國就講 那你奈我何 你奈我何 對 你奈我何 這裡是公海啊 我當然可以飛啊 不只我可以飛 日本也可以飛啊 而且我還告訴你 我就是從沖繩的 加索納基地飛起來 飛到你長三角的外海 對 你在幹啥 我都知道 所以這就叫做什麼 你知道這叫做自卑感 一切自大狂 因為美軍看得到你 可是美軍沒有飛到你家去 所以我看得到你 那你說我在天空上 我也看得到你 我也看得到啊 大家都看得到啊 公開透明嗎 對 大家都看得到 美軍說我沒有要躲啊 所以你看到我很正常啊 那可是你自己說我看到了什麼 不告訴你 但是很多人都解讀 共軍這一系列的動作 都是在鋪陳一件事情 就是呢千呼萬喚 這個是中國網友千呼萬喚啊 所謂003超級航母 之前一直說要下水 本來說端午節之前 又說端午節 現在又說可能是17號 就是明天 現在呢有衛星就拍到了一封 應該是一張 這個請余將軍幫我們解讀一下 為什麼這一張衛星看起來還蠻清楚的 已經在水柱進去了 號稱明天就要出霧 就是有一點是國力的象徵代表 我最強的航母 真的要出動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他不選在今天下水 為什麼 如果他選在今天下水的話 我就要給他鼓掌鼓三次 為什麼呢 今天是陸軍官校創校98週年的校慶 他如果選在6月16號下水 那是怎麼樣 慶祝中華民國的陸軍官校 建校98週年嗎 所以他一定要往後延一天嗎 對 沒有那是開玩笑的 這今天真的是我們學校校慶 我要跟大家講 這艘003號航母 其實說句實話 我們不能說解放軍做的都是爛貨 這一艘非核動力的常規動力潛艇 真不錯 是因為有所謂彈射起飛 對 彈射起飛這個系統被大家誇耀的很強 他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大家有去看過Top Gun 獨行俠的電影就知道 他的這個大黃蜂 超級大黃蜂 他因為很重 所以說你要讓他起飛 那這個甲板長度有限嗎 他沒有辦法像在地面下超過3000公尺的 讓你好好的飛 他可能在300或是500他就要飛起來 那怎麼辦呢 飛機沒有辦法達到這麼快的推進 他除了後面你在飛的這個飛行機 艦上機他會有一個板子起來 讓你的噴射口要增加他的反作用力之外 還有一個在他的肌腹下有一個鉤子 會鉤在這個甲板上面有一個彈射 就像彈弓一樣把你射出去 把你射出去 那以前一般的都是機械式或是渦輪蒸汽式 那這次改用什麼 改用電磁式 電磁式就是說它之間幾乎沒有摩擦力 它的這個彈射層之間沒有摩擦力 就跟磁浮列車一樣 所以說它的彈射系統會更強 它的彈射速度會更快 彈射的距離會更遠 那就可以減少它這個飛行起飛的距離 就是比較快就對了 只是這個蠻妙的 這個衛星啊 遠遠的看 本來以為這兩條應該是那種 什麼跑道的軌跡啊 或者是地上化的紅漆 結果不是耶 入命入命在入命 原來寫的是 實現擋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 把人民軍隊全面建成一流軍隊等等 大外宣都故意給你寫在甲板上 我覺得它這在遮蓋一些事情 因為這個是整個反作用的作用板 它的下面就是彈射系統 你說這個布條下頭就是啊 對就彈射系統 它故意蓋住不讓你知道 原來如此 對那我們往好處想就是說 哇它的科技太發達了 它的科技太先進了 怕美國的RC-135 飛過去把你偷走了 你好像想太多了 美國不會偷你的啦 你不要偷人家就好了 第二個就是實在做得太醜了 怕人家看到都會笑它 因為它也知道很多小粉紅 我們也很多解放軍的這些觀察者 你只要做得很差做得有問題 我一定會笑你 所以它乾脆給你蓋起來 原來是這樣子 對所以你很明白 你看後面的反作用板都在啊 那可是這個下面就是整個彈射系統 那彈射系統看不到啊 你用什麼把它蓋住幹什麼呢 對不對 因為可能不會太漂亮 所以這個彈射起飛的系統 美軍沒有嗎 有有有 美軍有 哪一個跟它比較像等級的 美國的航母 不管是雷根號福特號 它其他上面都有 都已經有這個系統了 所以說中國解放軍才要跟上 表示我也不差 我自己會做 可是為什麼蓋起來咧 打開讓我們看一看嘛 既然你要下水 就讓大家看全貌 不要看 看得到頭看不到尾 看得到身體看不到影子 這就不太好